泰新飞瀑布道 龙宫瀑布 片尾 泰新黄头路 2023年8月20日 星期日 福茂逐旗站导航到泰新飞瀑布道 车程约46分22公里 沿着166线道前进 在166-67.3开处 左转加154线道 往泰新太平方向 过了泰新山庄 右后转加154-1 在加154-1-2.3k处有停车场 在走150公尺级泰新飞瀑布道入口处 入口处可停机车两辆 在泰新飞瀑停车场和泰新飞瀑布道之间 有飞瀑布道第一平台 可先前往观赏 图中中了一大片山苏景宫观赏 飞瀑布道第一平台和泰新飞瀑景观不同 可慢慢观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订阅点赞 professional tie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新飞瀑布道是一路往下的阶梯步道,途中有溪溅,沿途听着流水声,令人心情愉快。 太新飞瀑布道往下,有一个官瀑平台,可观赏瀑布。 再往下,有一个平台,可近距离观赏太新飞瀑,再往下有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不同距离观赏太新飞瀑。 太新飞瀑布从盐盘顶端,顺渠道分流而下,即形成一条条如白链的水瀑,连同攀附在岩石上的立台植物,展现出动人的景致,被赞誉为台板酒寨沟珍珠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宫瀑布布道,由凉亭歇脚屋方向前往比较近,也比较好走,凉亭歇脚屋附近有公厕,进入布道后就没有洗手间了。 经过十二号桥后有条捷径,在十二号桥和十一号桥之间建议走捷径,可少走一段阶梯。 经过十二号桥后有条捷径,在十二号桥和十一号桥之间建议走捷径,可少走一段阶梯。 经过十二号桥后有条捷径,在十二号桥附近,可观赏到龙宫瀑布。 梁亭在往下走,有个插入处,往右是龙宫瀑布观景台,往左是龙宫瀑布水连洞,建议先往右,前往龙宫瀑布观景台,观赏龙宫瀑布。 然后原路返回后,再往龙宫瀑布水连洞方向前进。 梁亭在往下走,有个插入处,往右是龙宫瀑布观景台,往左是龙宫瀑布水连洞,建议先往右,前往龙宫瀑布观景台,观赏龙宫瀑布。 然后原路返回后,再往龙宫瀑布水连洞方向前进。 经过十号桥就是雷宫瀑布水连洞,在桥上,可同时观赏到雷宫瀑布和龙宫瀑布。 再往前走,途中可沿路观赏龙宫瀑布。 再往前走,途中可沿路观赏龙宫瀑布。 有了新建大桥后,前往龙宫瀑布水连洞正方向前进。 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银河落九天。 过了新建大桥后,走沿壑布道,沿壑布道有一段是有遮棚的步道。 下雨时可再次躲雨。 飞流直下三千尺。 沿壑布道图中,可观赏造型各异的沿壑,也可观赏到雷鹰瀑布和龙宫瀑布。 沿壑布道图中,可观赏造型各异的沿壑,也可观赏到雷鹰瀑布和龙宫瀑布。 沿壑和龙宫瀑布道图中,在水流落差净有几千尺。 沿壑布道图中,在水流流流直下四千尺,有大尘锅落的沿壑尚未击。 沿壑上的渭壑,青春才知道,原来醋部已大,沿壑也可能沱落压商人。 沿壑布道图中,被固浑修处为丶席市内特为壮观的渭壑, 与在正面山地的雷鹰四步风风雨水 人才距离水贵族的四步前十年 风雨骑在水帘洞附近可观赏到雷鹰瀑布共五层 最上层就是望龙桥 第四层就是第十号桥 建议在水帘洞附近多做休息 吸取满满的负离子 风雨骑在水帘洞附近可观赏到雷鹰瀑布共五层 最上层就是望龙桥 第四层就是第十号桥 建议在水帘洞附近多做休息 吸取满满的负离子 龙公瀑布位于嘉义县梅山乡 为瑞丰风风景区内最为壮观的瀑布 在阳光照耀下 微额的香炉风 子烟生腾 远远望见瀑布 就好像从陡峭的山崖 挂下来的一条河川 盆涌而出的水流落差 竟有几千尺 乍看还以为是银河从九重天落下来了呢 嗨,我是背包客大叔 爱在台湾旅游 每次都会当天贴文 并上传影片到YouTube 想了解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 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 快来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 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 每年从8月底至10月初 大批黄头鹿迁徙经过 飞越嘉义梅山乡太新村的凤凰山 今年提前了9天 2023年8月14日 报道 主要观赏时间是在下午 16点整以后至天黑前 当有大量的鹿鸟时 甚至能看到数千只黄头鹿 在生毛树溪谷盘旋飞行 极致壮观景致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